一名50岁男业务从20几岁开始就有忍变习惯,长期下来造成无法解变的情况,靠歇药、灌肠或做大肠水疗等都未改善,直到腹胀才就医进行检查,结果已是大肠癌第三期。 敏盛综合医院微疮手术中心执行长陈荣坚指出,根据国外研究证实,长久认变已确定会增加罹患大肠癌的机会,会使大肠处于发酵不健康的环境,很容易让心长出来的粘膜病变不可不慎。 陈荣坚在脸书专业外科陈荣坚医师不藏私的健健美元地与个人网站发文分享个案,他提到有一位50岁的男性,因从事业务工作的缘故, 早从二十几岁开始就有忍变的习惯,直到四十岁时发现自律神经失调,九吨厕所却无法拉出来,遇是便养来吃泄药,结果剂量越吃越重,甚至还会去灌肠或是做大肠水疗等各种方法来解便。 陈荣坚接着说道,后来该患者排便情况仍未改善,还发现腹胀,开始觉得不对劲,因此前来就诊,经大肠镜检查。 最后的结果为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三期,即由上述个案陈荣坚指出,根据国外研究证实,长期忍变会使罹患大肠癌的机会增加。 他强调,癌症是由人体自身的细胞长出来的,大肠癌就是从大肠的粘膜长出来的,若忍变会让大肠处于发酵不健康的环境,容易让新长出来的粘膜病变。 陈荣坚特别呼吁,遇到在外面不方便上厕所时,偶尔忍变可以,但千万不要变成常态性的忍变。 是会诱发癌症的。 至于如何早期发现大肠癌? 陈荣坚补充,无论男女,建议50岁以上,每一至两年可安排一次大肠镜检查。 若检查结果为完全没有问题,切无家族、烟酒屎的族群或可拉长至五年做一次,但随时有排便异常等相关症状,则需缩短检查间隔时间。 陈荣坚表示,不少人会无以为粪便出血湿症,切无因小症状而忽略了隐藏在背后的大恶魔。 建议一个月内出现二、三次以上血变,尽快就医,寻求大肠镜检查比较好。 初次,若排便习惯改变,如变多或变少,或粪便形态突然变得很细时,都要注意可能是大肠病变的简讯。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